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像到处飞的鸟类 偶尔在雪地上留下脚印 到处飞是鸟的命运 因此是必然 而在雪地上留下脚印则是偶然的行为 既然是偶然也便不必在意 就像兄弟俩曾经同宿僧舍 闭上提诗 而今苏氏一人前行都是偶然的事 所以不用放在心上 人生充满了偶然 而我们则需要用一种必然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偶然 修队故人私故国 且将心火誓心茶 施酒趁年化 公元1069年 王安石变法正式开始 由于与王安石持不同政见 公元1071年 苏氏自请离京 赴杭州就任 然而没过多久 他又被调往蜜州 他来到蜜州时 蜜州正处于黄汉乡人 盗贼剑斥的紧张局势里 一年后 他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 重修城北旧台 命名为超燃台 登上超燃台的那一刻 他怀旧 他思乡 他为壮志未愁而伤感 可是很快 他又用这句话来宽慰自己 不要对着老朋友思念家乡 那样就会使思念倍增 既然无力改变现状 又何必用感情来折磨自己呢 还是用心火来煮一杯新茶吧 美好的春光 如果不用来坐视醉酒 那便又枉费了 如果把眼前的时间都用来怀旧和伤感 那么这一段时间也是伤感的 继而他也会救 与其怀旧不如连心眼前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远缺 此事古难全 苏氏从杭州被调任秘州 虽然被降职了 可苏氏并不懊恼 因为这会离苏折更近 兄弟团圆也就方便些 可不知为什么 两个人都在山东 这一年的中秋节却没能团聚 望着天上的圆月 酒醉的苏氏竟然埋怨月亮故意与人们过不去 接着他避风一转 说人们都向往欢于河 但这世上毕竟存在悲于离 就像月亮 也不可能永远如今晚这般 它也有阴与缺 世上本就没有十全十美 如果人们要因为不能十全十美而感伤 那就是大大的没有必要了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 回首向来 相似处 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情 这是苏氏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个年头 这一年春天 苏氏与好友相约交友 途中大雨忽质 同行的朋友都觉得很狼狈 只有苏氏不这么觉得 泰然自若 盈雨而行 过了一会儿 天晴了 苏氏填了这首词 人生哪有不遇到坎坷的 难道坎坷会因为你害怕躲避而自行消退吗 当然不会 反正都要向前走 与其狼狈不堪不如潇洒从容 走过去 一切都变成风景 一切都不值得一提 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公元1084年 苏氏终于结束了他的黄州团恋副始生活 奉调汝州 在路过九江时游览庐山 写下若干首诗 而这一首是最后的总结 身处庐山之中 看到的一切风鸾和流水 都只是庐山的一部分 而非整体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一件事物当中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非对错 其实并非真正的是非对错 因为我们的眼界会被事物本身所知道 同时又会受自己的好物所左右 所谓当局者迷 人间有味是清欢 同样是1084年 去汝州上任的途中 他还经过了一个叫四周的地方 受四周友人刘倩书所约 两人同游四中南山 五间 两人在山煎水盘煮茶 采摘鲜嫩蔬果野菜做茶时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无酒无肉也无丝如歌舞 但却让苏氏感到了人间真正的味道 走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们内心渴望声色全马 追求功名地禄 沉迷灯红酒绿 觉得这样的生活殆尽 刺激 但据很多得到了窒息的人说 这样的热闹是无尽的寂寞 转而发现 越是平淡宁静的日子 内心越丰富 越快乐 一书一饭 一朝一夕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苏氏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 与他相识的人 也多半过着四海漂泊的日子 苏氏在杭州做官时 老友前幕自绍兴而来 途经杭州略作停留 又要启程河北 苏氏送老友至江边 离别之情呼上心来 但是他却说 人生好比一家旅馆 你我都是其中过客 我们常因身边的人 身边的物 来了 走了 而喜而忧 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过客 所以注定不会有一件事 我陪你走完一生 读苏氏的一生 会发现他这六十四年里 其实充满了不幸 但去读苏氏的诗文 又仿佛他的生活里 尽是相遥 正如奥斯托洛夫斯基所说 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 不遇着岛屿和暗礁 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苏氏便是在不幸中铸就人生 在不断的碰撞中成就自己 心中尽是豁达 眼底尽是坦荡 一个人成了神 必定有他的原因 李白因为潇洒 苏氏因为豁达 今日下定了 希伯 语 赚